北京时间1月7日下午 中国足协公布了国足新任主帅李肖鹏带队的第一期国家队集训名单 李肖鹏一期的国家队集训名单 从教练组到一众果角 都可谓是浩浩荡荡 教练组成员多达15人之多 创国足史上教练组人数之最 除了刚刚黯然下课的李铁之外 几乎将本土新锐教练一网打尽 连刚刚指教了七场中超的政治都赫然在列 本期入选的球员名单更是有52人之多 这在国足征战试育赛12强赛的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 12强赛已经打了6轮 还剩4轮就要告一段落 国足在选人上还要这样大规模的重新筛选 耗时耗力值得商榷 而国足新一期集训名单最令人费解的是 在国足广洒英雄铁的情况下 李肖鹏居然把两位本土超一流的前场汉将 排除在国家队的大名单之外 李肖鹏此举实在是值得商榷 这两位落选的本土实力汉将 一个效力于上海生花 一个效力于上海海港 均是中国足球清训教父徐根宝的得意弟子 究竟是哪两位 一个是曹云定 一个是吕文君 曹云定可以说是现役本土球员中能力最强的边路快马 他速度快 爆发力强 而且能突能传能射 单兵作战的能力犹如外援 是本土策动边路进攻的第一汉将 他职业生涯只效力过上海生花一支球队 从出道到现在他已经在生花效力了整整11个赛季 过往11个赛季 他一共为生花贡献了28球和45次助攻 现在他虽然已经32岁了 但却宝刀不老 依旧是生花前场攻击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汉将 本赛季虽然只首发出场了12次 却依旧为生花贡献了三球 如此超级汉将 李皮不用 李铁无事 现在连广撒英雄铁的李肖鹏也对他视而不见 实在是让人看不懂 看来曹云定注定将成为国足史上最怀才不遇的球员 如果说李肖鹏弃用曹云定还情有可原的话 因为曹云定个性桀骜不逊 不好管束 那么李肖鹏这次弃用吕文君就真的没有任何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了 吕文君本赛季在上海海港打出了新境界 高光战绩超过以往任何一个赛季 本赛季总计28次出场 他一共为上海海港贡献了十球三助攻 虽然已经32岁了 但前场进攻能力却有外援前锋的记事感 如此攻击属性超强的吕文君 如果能入选国家队 一定可以给国足前场带来惊喜 可惜他却被李肖鹏视而不见 惨遭落选 国足征召52名球员 中国足球清训教父徐根宝 两大得意弟子却同时排除在外 而且是在他俩状态良好 没有伤病的情况下 李肖鹏这简直是在自毁武功